通常据您看到的就是阿尔茲海默从发现 就是从初期到最后到重度 这个周期有多长的 我没有资格就真的来说这个事 因为这个其实是需要那个阿尔茲海默的专家来说 但是那个就从我母亲的情况来讲 就是三年多一点 因为当我发现他有这个问题 去带他诊断的时候 诊断已经写了就是叫轻度的阿尔茲海默 那个时候的症状是什么 最主要的症状就是第一是失忆 就是这个病很残酷的地方是作用于人的记忆的 第二个呢就是他没有时空感 就比如说我们正常知道现在是白天 他觉得现在是黑夜 但是如果黑夜的时候他认为是白天 就是这两点是非常明显的 所以我发现这个以后呢 我就决定带他去看 这个重度的愈后会是什么样子呢 第一呢他不能够进行任何的就是有条理的 就是有明确的意愿的表达 他所有的表达都是就是一种接近于废话的东西 就是你也不知道他在说一些什么 然后呢他也不能够很清楚的告诉你说 比如说我现在要吃饭 或者我现在要排泄 然后呢或者我现在哪里疼了 就是这些最基本的表达都已经 但是表达困难还是说他没有这个意思 我觉得都有 你比方说你把它写好在纸上 他能够拿给你 因为这个过程当中呢 他的词汇量就大幅度的丧失了 很多事情他就已经缺乏那个容易表达的那个基本的词汇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你会发现说他本来是认字的 但是现在呢很多字他不认识了 他就只能认识一些 可能跟他的名字有关的字 我哥哥正好出了一本新的书 这本书呢叫《站在世界之巅》 我就用它来测试 就是我妈只认识世界这两个字 其他字他不认识 然后我说那个 因为他有一个我哥的那个就是照片下面有个介绍 就是然后他认识胡 他认识胡 然后我哥的名字叫胡涛 涛字跟你这个涛一样的 他不认识 他不认识 所以实际上来说呢就是相当于那个 由于他没有词汇 由于他本来认字他不认字 就是因此呢就是一方面是表达受限的 另外一方面呢肯定就跟刚才您讲的那个 他的意识也出问题了 就是意识指挥不了他这 他整个的这团事情了 这个我为什么就是 我渴望跟这个胡教授胡老师来谈谈呢 我觉得这个阿尔兹海默症啊 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 中国人数最多 好像是我们前两年的数字吧 中国有60岁以上的 大概有1500多万阿尔兹海默 而且我觉得阿尔兹海默症 他就像是一个突出的象征 就是我们对老年人的照护问题 就是因为老年不外乎就是身心方面的衰退 一步步的这个失能失智 对吧 而阿尔兹海默症又是一个这种集中的表现 甚至就失去记忆 他特别的就是给这个照护他的这个人呢 带来的这个麻烦 我觉得真是 要我说就是无解 目前情况下 但是可能正是因为无解 所以我才特别佩服您 我觉得 我觉得就是 怎么说呢 哎 我就说了吧 我还有个私人的原因 我父亲 前不久被诊断 是阿尔兹海默 当然他没有您母亲这个阶段那么严重 可能还是在比较初期的阶段 但是在比较初期的阶段 我就我看到您讲的这个为什么感同身受啊 我的感觉就像是我们这个家庭啊 在火 就是像在洪水里挣扎的一个人 见到了在洪水里挣扎的另一个人 我现在见到你就这么近 您说的所有的事情 我都知道 当然我们家 你看现在说生孩子多有好处吧 三兄弟 但是三兄弟呢 老大老二 我是老二啊 不能在家 在家的就是老三 我弟弟承受的那个压力啊 不可想象 但是这种不可想象更多的是 他开始不知道 他开始不知道 谁开始不知道 我有弟弟啊 没有诊断之前 他的很多表现 你是 无法预计的 无法预计的 你以为是正常的老人这个衰老 对吧 我记得就是前几年 我还说 我爸爸是琴棋书画 我说你写字 写字 你看我带来 我就说你老年生活超经啊 你看写的 写的那么好 对吧 就是超经啊 天天超经 这是多大年龄手写的 他八十多 就前几年啊 八十出头的时候 你看就写的天天超经超几个小时 但是呢 而且显然手也不抖 不抖 但是你知道去做检测 这个发现呢 就现在 他突然表现出的是 我说你写字啊 没有兴趣了 他开始是对什么事情都没兴趣了 我就发现这些检测 画一个表 三点十五分 我爸爸当年是教石家庄 培养了很多石家庄青年画家的 就画不出来 画不出来这个三点十五分 画不出来 你就觉得 这是他们的一种 好像您母亲也是 有一些测试方法 对对对对 它是这样子的 它前面呢 是电脑的一个问卷的答题 就是这个答题 基本上是我答的 因为我母亲坐我旁边 它是一个 就是一整套的一个测试题 我让她跟我讲说 这个是yes 这个是no 这个症状有没有 这个有没有 然后呢 她告诉我以后 我在这场上答题 然后她答完这个题以后呢 就进入到一个 就是面对那个 那个医生的一个单独的诊室 就是这个里头呢 只有我母亲 还有我 因为我是陪伴她的人 然后我什么话也不说 她呢 进去以后 她就有一系列的测试方法 比如说她有一些木块 让你摆这个木块 或者说一个很简单的测试 这样子的 比如我们看到这里头 这是西红柿 盘子 然后杯子 她就说三个词 叫西红柿 盘子 杯子 按这个顺序 西红柿 盘子 杯子 但是呢 过五分钟以后 突然问你说 刚才我说了三个什么东西 然后我母亲完全答不上来 就她就不知道 她刚才五分钟之前 说过西红柿 盘子 杯子 她通过这一系列的测试 就给我一个诊断 说她是 轻度的二字海默 可是我感性 我好奇的是呢 她对孩子 她的认知呢 像你 比如说你们家有三个 他们家有三个 那她有没有能区别出 你们三个兄弟姐妹的 这个能力呢 依赖于环境 就是你比如说 因为我长期是 就是我父母的 主要的这个招呼者 然后呢 就是我姐姐是在外地的 所以她只能是 因为她也是老师 她只能是寒暑假来 因此呢 她对我姐姐的印象 就远远没有对我的印象深 但是她知道有 所以她第一个 她第一个会忘掉的是我姐姐 因为我姐姐跟她的接触少 然后像我这种呢 就是日常生活当中 不断地跟她那个在一起的 然后你会发现说 她开始的时候呢 那个她清楚地知道 你是老三 因为我也是 我是一个姐姐一个哥哥 这个是老三 并且这个老三是最小 我们的都就是 她一贯关我叫老儿子 老就是小 她对我的一贯的称呼叫老儿子 然后她知道我的名字 她现在已经开始 不知道我排行老几了 她也 有的时候她会知道我叫胡勇 但很多的时候呢 她有时候管我叫老头子 老头子其实是我爸 我爸去年十月份去世的 然后有时候管我叫老哥 老哥呢 就是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讲呢 她想起了她哥哥 但我这个舅舅早就去世了 然后呢 有的时候她会把老哥呢 认为是我哥 我哥 所以就是她现在这个 就是对我的认知呢 就是我经常讲就是说 有的时候会像闪电一样 然后你特别高兴 因为她又认识你了 她记得你就是 那个一些 比如她知道说你上班了 她知道你去上班了 你回家了 她知道你回家了 但是很多时候呢 她连你上班了 回家了这些东西 她也不记得 然后有点像是 你就要拼命地抓住 这一点点东西来确认 就是 就是你和她的关系 以及呢 就是她和你的关系 如果这点东西没有的话 可能就是 我觉得二十四海默就残酷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你能想到对这个照顾者 意味着什么 我觉得这个呢 你要说是个社会性的问题 但是呢 也没有办法 中国的老人啊 也90%都不会去养老院 或者说呢 像你还专门考察过 因为我原来听过 就有个电影明星嘛 有个电影明星 他的父亲 开头有人说他不笑 说怎么把父亲送到这个养老院 后来他说 我的父亲 已经完全不认识我是谁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没有护理经验 是不是还是应该送到 有专门的护理经验的 这个养老院 对他更好呢 这医生讲说 要给他做一些智力的训练 然后呢要 让他有点恢复 让他有恢复 就是说延缓这个进程 就是我现在发现 就都是现代职业 你做不到的现代职业人 就是这医生说啊 实际你要多跟他说话 可能比吃药的作用还大 因为现在也没有什么特效药 没有特效药 对没有 这是个不治之症 有的时候 最近听说传来一个消息 说是有一种叫什么 单克能抗体的 但是那个东西反正 它是脑子里边的 具体来说出了什么问题呢 是有东西生长呢 还是说是一种普遍的退化呢 好像它主要是一种萎缩的过程 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 然后呢 病因其实现在没有定论 有些人说 就是因为病因没有定论 所以才没有特效药 就至今搞不清楚 这个疾病的那个发病机制是什么 对 就有时候说是检验的时候 有某种蛋白啊 这个蛋白或者神经元有什么蝉角 对这是一种说法 但是呢 千千万万这个老人和他们的家庭 我觉得真的是 就是你比如说像我弟弟 我们这个家庭还就算是有孩子多一些 而且这个经济上呢 还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吧 那么他得上班啊 白天老人就只能一个人在家 可是实际上照顾他呢 你其实这是一个专业 他不仅是个专业 这个照顾这事最麻烦的就是 你不能给他划分时间的 就是因为他是要求你随时随地 因为他那个情况是 永远在随时发生的 所以你这个时间呢 就是你不能说我集中照顾他 比如说三个小时 然后另外三个小时我就干别的 他不是这么个过程 他这个他是个碎片化的时间 就是你有点像是你得随时待命的这种 所以这个东西是很让人疲劳的 您觉得这个就现代一般人的家庭 如果有这么个老人 你觉得有办法 就是除非是说有专门的 就是专门照护阿尔兹海默的 这种病的那种 比如说护理人员或者护工 或者有些机构呢 他可能就是辟除一个地方呢 就是比如说来管理这个失智的老人 因为他这里头有一个逻辑线条 就是一般的来说 失智的最后的结果就是失能 就是他是一定的 就是只要有失智 最后就一定会失能 所以我们经常会把他打一个包 把他叫失智失能老人 然后他一旦到了这个失能这个阶段呢 你的照护负担其实是非常重的 就是像我妈这个例子 就是他最麻烦的就是 他不知道大小便吗 然后这个就给你造成无穷的麻烦 因为他永远不知道就是 他是要排泄了 他是正在排泄中 还是已经排泄完了 他对这个过程是没概念的 我记得看过一个 关于二兹海默症的一个片子 一个纪录片 就能够说本来的一个大学教授 得了二兹海默症 他的太太得二兹海默症 就是说经常会见到他 站在客厅中央啊 裤子就尿湿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想着去上厕所 但是走到一半的时候 他忘了他去干什么了 于是就裤子就尿湿了 是 每个人都在照护中 因为这的确是我想说的 因为我给 我把人分成了四类嘛 就是叫做 已经成为照护者的人 正在成为照护者的人 将要成为照护者的人 以及呢 就是一定要被照护的人 我们早晚也会变成 人就是四类 前面三个都是照护这一方的 哦 照护别人的 对对对 就是说所谓的 即将正在 已经都是指的照护者这一方 后面那一类人呢 是他需要被照护 比如他是二兹海默症 所以我就特别想说呢 每一个人你在这社会当中呢 可能有不同的身份 但你一定要么是照护者 要么是被照护者 其实你逃脱不了的 很少有人能逃脱这个链条 所以我就想把这个题目叫 我每个人都在照护中 但他们呢就非要打 这个北大教授什么这些东西 就是其实我在这里头 跟他们讲的时候 我说呢 这跟北大教授毫无关系 就是相当于说 我是个普通人 我父母是普通的父母 然后呢 我就在做一个普通人 做的事情而已 但是我看也有不普通 您要不是这个 在大学工作的工作性质 不用朝九晚五 如果这是摊上一个普通的 需要上班的职工家庭 这个 您说的非常对 所以我在那里说了 我说我认为 我还在很大程度上来讲 比别人是有优势的 因为呢 大学老师的一个特点是 就是他的时间是比较自由的 然后可以拿出很多的时间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就是对这个照护者的要求 真的太高了 像您说的那个情况 你弟弟可能还是有不错的工作 但他需要在工作和照护之间 要有一个挣扎 但是他可能还没有经济问题 有的人是 他如果不上班了 他连就是照护他父母的 那个经济来源都消失了 对 这是很大的问题 我觉得真是叫老人如鹰 我们小的时候光着屁股下来 父母亲就擦屎把尿 对 对对吧 但是有没有想到有一天 我们都得是这样啊 那么我们都得是这样的时候 我母亲前两年也是中风嘛 就等于跟植物人一样在床上 我就记得我父亲呢 就是还给他这个按摩呀 或者给他清洗的时候啊 在医院的那个病房嘛 他就遮遮掩掩 本来母亲没有知觉 我就记得我父亲当时说一句话 就是说 妈妈也是女的 她也有尊严 所以就是爱 就是这个党 对 但是德阿尔茨海默症 这个老人到发现他最后 我就觉得你对尊严这个事情 怎么看 要是我们有这么一天 你的尊严 就是这个尊严是指的是 假装是一个强者 还是说接受人 就是这么一个不堪的真相呢 阿尔茨海默 其实是最打击人类尊严的 一个一种疾病 但是他残酷的地方在于 就是这个人不简直知道 他的尊严被打击了 因为他已经没有 对这个东西的认知了嘛 但是旁边的人 比如说我作为一个照护者 我能看得非常清楚 他后面的这个生活是 既谈不上有尊严 也谈不上有质量 所以你看这个东西 其实是那个 就是作为一种日常的心理的这种 是个很大的磨难 但是您比如说 他智力相当于几岁孩子 好比说傻乎乎的 会不会他也心情也没有那么坏 或者说他也 他想的事少 对就是很多东西 对他不形成干扰了 你觉得他快乐吗 就是严格的来讲 就是说由于你想的事情少 就是他的生活因子 变得极其的简单 那么如果是在简单的 这种意义上 我觉得他是挺快乐的 至少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痛苦 对 而且你比如讲 就是有些很大的事情 例如说我父亲去年去世 其实我母亲对这个事情 就没有非常明细的认知 因为我们会告诉他说 父亲去往另一个世界 他的脑子里有时候转转转的时候 他也会突然问我说 你爸在那边好不好 因为他现在关心人的核心的 就是我刚才说他的表达很少了 但他还有一个很强有力的表达 就是他经常会问人 饿不饿或者冷不冷 然后他就会问我说 你爸在那个地方 他饿不饿冷不冷 然后你听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觉得心里很难过 但是其实呢 我妈也并不真的 就是在想 我爸是冷不冷 饿不饿 他其实是一种 就是一种残存的那个表达的习惯 因为他以前就是经常会 问他的孩子 然后饿不饿 冷不冷 或者是他对外人来讲 他也经常会为冷热的问题 会为这个就是饥饱的问题 来表达他作为一个 一个女性的关怀 所以其实从这些意义上来讲呢 你又觉得他在某种程度上来讲 是一个挺大的一个解脱 挺大的一个解脱 但是就是对于我们这些照护者来讲 其实那个 他的主要的沉重的东西是在 就是我们这一方 也不在他那一方 有时候我回家以后 就是我觉得就像对待一个 因为他八十多岁嘛 但我现在对待他 就非常像 就是对待一个两三岁的一个小女孩 然后你哄着他 然后呢 有的时候你跟他那个 就不管他说什么 你就跟他胡说一通 包括就是 有的时候你就把那个 电视放出来 或者是手机放出来 有那些影像 他也搞不清楚那些影像是什么 他就觉得那个东西在动 有声音 有画面 他就可能 就因此呢 就是 就我叫做能够玩半天 玩半天 因为我有非常多的 很多人给我寄杂志 如果是搞媒体的嘛 所以我家里的杂志非常多 然后呢 我就经常把杂志给他 我说 我说老妈你念书吧 他就装模作样的拿这个杂志 其实他最主要的工作是干什么呢 把那个杂志撕成一条一条的 但是他就会干很长时间干这个事 你们 我不知道徐老师 李经 你们有没有这个老人的这种身体 需要照顾这方面的问题发生过 我想到自己以后 你们的反应都想到自己 对 没有人来照顾我的 好本领 没有人来照顾我的 您的父亲呢 本身就是医院院长吗 不是 他医院院长 他是在打麻将的桌上突然去世的 我都没有敢回去 那反倒也是 照顾子孙 他也没有给别人带来麻烦 他就去了 这是 反正我们对老人 不是都是看年龄吧 对不对 他多大的年龄 我们就觉得好像 那遗憾也不是太多了 但是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去 你知道生心脏病的好处 就是他会突然去 连想起自己了是吧 对 他不会 我跟我女儿就说过了 Don't worry OK 不会麻烦到你的 现实的情况来讲呢 那唯一能想的办法就是你要找一个24小时能照顾你的护工 至少就是或者是你有条件你就找两个对对不对 我找八个他并不都是护工他还有其他功能 我也有认识的著名的学者本来在美国的但是因为身体就不好了 身体不好了你在美国没办法嘛 那就到子女就帮他在珠海买了房子 那就多请个护工 请人来照顾 那这样呢就可以 他有时候脑子还知道嘛 还清醒 对 所以那就是算好的了对子女来说也尽到他的努力了 是的 对老人来说这也是好 相对来说24小时的护工比美国容易早 只是是不是专业那就说不上了 是 但这个你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你还能找出什么别的办法 我我跟你说 另一个办法就是送到养老院嘛 对 养老院也是靠人家在照顾 也是靠这些就是那个比如说其实专业的照顾人员永远是不足的 也是靠这些就是干这个活的但其实也没那么专业的 但是他愿意干这个活 其实很多人非常不愿意照顾二字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 年轻的时候中年的时候好好干 挣多点钱 对 你知道我最近看了一个一篇文章 说现在人追求的是什么 活得长 然后呢 病得晚 然后呢老得慢 最后一句死得快 死得快 我现在就是到我这个年龄 我突然觉得死得快也是一种 但你这么想 也是一种福分 你这么想没有太大的意义 因为这事不由你决定 对 但是呢我们能觉得就是我就想呢到我这个年龄我现在能面临什么 我就是听你们讲我说谢天谢地现在父母还没有到这个程度 我就想起我唯一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我自己的姥姥 这姥姥还好就是没那么重 但是呢就是时而清醒 我自己的感觉就是真的就是痛苦是留给清醒的人的 我每次看我姥姥因为我跟我姥姥感情特别深从小在她身边长大 然后我就觉得怎么这个我这么爱的人怎么突然就变成这样子 我不认识的一个人了 然后但是她清醒的时候看你的眼神你又觉得我那个还在 然后她糊涂的时候因为她不停的就是也是她就老是觉得自己有尿意 我比如说我回家去照顾她的时候就你刚给她帮她解了尿了 她啊我歇一会儿然后她就马上说哎呀我要还要尿 对她还好还有这个意 但是呢你再去帮着她呢她又没有 所以呢有时候人呢我就有时候就稍微觉得有点不耐烦 不耐烦的时候我每次也是离开她 我在比如说回北京工作我又处在一种非常内疚的状态 我说我为什么不能在她对她再耐心一些 然后就永远是这种在这样的循环当中 然后呢有时候我又说服我自己 我说这个因为我姥姥是特别好的特别善良脾气特别好的一个老人 然后我就想我姥姥是以这种方式在跟我告别 因为如果她还是那种那么温柔从来不发脾气 对我们这个孩子就从来没说过一句重话的人 我觉得她突然离开我是受不了的 我只能这么想我说她是以这种方式在跟我们所有人告别 等她走那天可能我们因为对她的感情就慢慢慢慢淡了 有时候我想这个眼前这个老人还是我我爱的那个人吗 她好像是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这是我经常想的事 对就是我也好奇就是您对母亲还只是一种义务吗 还是说还是有感情的 这个是这样子的就是因为我不是那个也研究这个人工智能吗 对这个人工智能呢其实就是它有个很重要的东西是 就是人工智能就是跟人脑之间的相似性 然后我们就会就是讨论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在这个在哲学上叫那个自我的同一性 因为因为其实呢就是你比如说你每天早上起来你照镜子 照镜子说我昨天晚上睡觉今天早上我起来照镜子 我们可以问个问题说今天照镜子这个你 在多大程度上是昨天晚上的这个你 因为它肯定不完全是那个你 因为你的细胞什么的都在发生变化 你在老去 但是那个这些自我的同一性的人认为说呢 就是它一定是同一个你 因为衡量同一个你的东西是你的那个心理 你的这个记忆有没有连续性 就假如说还有连续性你就可以毫不犹豫的说 这个今天的我就是昨天的我 但我遇到这个问题在我妈这儿她不成立 她完全不成立 因为她在任何意义上吧 她把她所有过去的记忆已经消失了 对 她的意识也终端了 她甚至跟我之间的就是这种关系 因为我是她的小儿子 然后她从小最疼爱我 那我痛苦的地方就在于 她现在甚至很多时候她都不认识我了 就更别说去回忆什么 就是母子当年的那些场景啊 然后就是共同在一起的 所有的过去的这些岁月啊 对她来讲全都是不存在的 但是我如果相信这个所谓的心理经 心理体验的一致性 那我就应该说她不是我妈 对不对 因为她丧失了嘛 对 她丧失了 她不知道你是她儿子了 是不是啊 对啊 你是认为 她迟早会不知道她是她儿子的 就没有关 但是你还是知道她是你的妈 我知道她是我妈 所以我困惑的就在于说 她既然已经按照这个自我同意性来讲 她已经不是一个人了 然后我为什么始终觉得她还是一个人 所以就一定有一个别的解释 就是那我就觉得说 可能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另一个 是不是同一个人 不只是有这个 叫这个心理体验的一致性 一定还有就是比如讲 就是身体的一致性 因为我清楚的知道她的模样 甚至我要开玩笑说 因为我经常跟她干的一件事 我回到家 回到家以后呢 基本上我第一件事呢 我要去握她的手 我们俩要把手放在一起 放很久 放很久 就是我跟她保持一种这种 身体的接触 就是比如说 因为我要出外嘛 然后回到家 我总是干这个事 然后呢 她会经常说 她说你的手那么凉 她说我给你暖一暖 因为她在家里 她的手比较热乎 然后我就说 就是 那可能她对于我来讲 就是手的一致性 因为这只手还在 这手我如此的熟悉 或者就是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你比如说 可能就是气味的一致性 因为这个生活的久了 你会发现对方 有一些独特的气味 你会辨认 所以呢 那就由此来讲 就是说 可能这个自我的同一性问题 并不像哲学家想的 那么简单 没有那么简单 终于证明了 你妈是你妈 对 就是证明我妈是我妈这事 非常难 就是 所以我说过 我说呢 整个这个过程 就老让你怀疑说 就是 到底我是什么人 我妈是什么人 我和我妈的 关系 又是一种什么关系 您说的同一性 要叫我理解呢 它是在 人际关系当中 才能得到确认 甚至说 这个同一性 跟您的主观判断有关系 对 就是 对吧 他已经 不知道拉手 有什么意义 或者是 是你的 觉得 对他的身体的 识别性 手的识别性 这是发生在 你的头脑里 对 就是 所以荣格 讲过一句话 荣格说 我们只有是他人 才能是自己 就是你说的 就是实际上 就是 这个自我跟他人 那个没有他人 可能这个自我也是 没有他人 认识不了自我 对 是的 佛教的说法 就是反复证明 就证明 我是一个虚假的概念 就是假我 是假的 就是因为 昨日之我 不是今日之我 你要讲的更精确的来说 你全神的细胞 几年之后 全部换过 就换了吗 你看阿尔兹海默症 记忆全部丢失之后 你 什么是你 是社会 给你个身份证 其实还是社会身份 说你还是你 儿子认为 你还是你 但是对于你 自我内在的感觉呢